那除了太阳内部会震荡 那太阳有个大气跟空气一样 我们跟地球一样 地球有个大气层 那么太阳也有个大气层 那大气层最外面是日冕 日冕里面也有震荡 比如说日冕里面有很多冕环 我们来看这么一个冕环 在这个冕环的旁边发生了一个要斑 然后你就会看到 这里很多环出现的这个环的震荡 不断地摇摆 那这个震荡是在1999年首次被发现 然后很快这个太阳物理学家 就把它来根据这个震荡 去繁衍它的这个太阳的磁场 而结果是非常就是比较准确的 可能得到这个冕环里面 它的磁场强度 而冕环里面的磁场强度 是无法直接测量的 比如说我们通常测量的太阳磁场 它是太阳表面的光球层的磁场 而日免里的磁场 因为日免非常稀薄 它是一个光学薄的一个层 所以它的磁场非常难测量 这也是一个世纪难题 当然世界上有很多客家都在尝试着 想各种办法来测量这个日免的磁场 那最近没有非常有效的方法 那这个免震学是其中的一种 目前有希望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免环的震荡 来确定它的磁场 你可以想象如果这是一个木棍 它震荡的频率就慢一点 如果是个钢筋 对吧 它的强度更高 它的震荡频率又更快 所以这个震荡的频率就反映了 这个它震荡这个材料它的性质 同样一样 这个免环的震荡周期 就由它的磁场来决定的 除了这个免震学里面 除了免环会震荡之外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日面里还有这个热 热是突出太阳表面的一个 像耳环的结构 对吧 所以比如说 这个是太阳表面 那我们看这个上面有一个 有些这个热 这个热 你会看到这里有些波在震荡 它在运动的时候 也会出现一些震荡 这个太阳物理学家 就根据这个震荡 来繁衍这个热的它的磁场 震荡几个周期之后 它可能会衰减 所以你不但可以得到 这个震荡的周期 这个可以去繁衍这个日 热这个磁场的这个强度和分布 那你也可以得到 这个震荡的衰减石标 而这个衰减石标 就是由这个 它的能量耗散机制所决定 所以根据耗散的石标 你也可以定 可以把 反映出它的 各种可能的这个耗散的机制 刚才给大家放的这个电影 这个热的震荡是 我们把它叫横向震荡 也就是震荡的方向 跟这个热是垂直的 那热呢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 纵向震荡 也就是热的震荡方向 跟这个热是同一个方向 举个例子 这是我一个学生 在做毕业论文的时候 那做的一个工作 比如说这下面是太阳这个表面 那这上面有这个磁力线 拖着一个热 这个热呢 就在沿着热的方向 来回的震荡 那这个工作呢 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果 就是给出了一个标度率 就是这个震荡的周期 和这个衰减的石标 它跟这个热磁场的一些形状 比如说各种描述这个形状的一些特征 参数有关 所以我们就给出了两个标度率 一个是震荡周期 和一个是这个衰减石标 跟这个热 它的这个各个参数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的 它的这个总工作的意义就在于 将来如果你跟测量到了某个热 它的这个震荡的周期 和它的衰减的石标 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标度率 去繁衍这个热的一些参数 对吧 这就是这个 这种像正学它的工作的意义 那除了这个热之外 当然这个这个白圈是太阳 那如果我们用一个挡板 把太阳挡住 我们就会看见日冕 那日冕里面有很多结构 比如说像冕流 那冕流呢 受了这个扰动之后 它也会出现一些波动 比如像这个电影 显得是一个冕流的波 那山东大学的这个程耀 那就研究了这个冕流的波 它的速度 然后呢 也通过这种冕正学的方法 去繁衍了这个在七八个太阳半斤地方 这个磁场的强度 那它得到的这个值是 大概是0.1高斯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个日冕学也好 免证学也好 那它这个研究方向的一个特点 那它我觉得它跟这个实验室物理 一个典型的区别 就在于 举这个例子来让大家这个理解 它跟普通实验室物理这个区别 假设有一个弹簧 你想测它的弹簧系数 那在实验室你会怎么测呢 你就是挂一个这个 比如说1000克的这个物体 对吧 放在那 就开始有个挂 把弹簧挂在那 然后呢 再放一个 你测量它弹簧的这个长度 然后再挂一个1000克的这个物体 然后呢 它会下锤 你就测这个下锤的这个距离 Data Y 然后呢 这个弹簧系数就是 K等于MG 除以Data Y 对吧 这是实验室物理 那天文呢 是你不可触摸的 你只能遥远的观测 所以 也就是说举个例子 现在这个弹簧不在你身边 离你很远 你不可能去测这个 做这种实验 那怎么办 那你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 去测量这个弹簧的系数 对吧 那你可以假设 比如说上面挂了一个1000克的这个 这个物体 然后呢 只要有扰动 这个弹簧就会震荡 这个血过吧 弹簧震子 对 那你作为你在遥远的地方 你可以测量这个震荡的周期 对吧 所以T T是等于2π乘上根号 M除以K 所以这样的话 你T是可以测 温度这个震荡周期 是可以测量的 那M假设是 你是可以知道 或者可以测量的 那K就可以用这个公式 繁衍出来 所以天文里面的各种学科 包括日证学也好 免证学也好 它的这个本质 就是用一些可测量的物理量 去繁衍 不可直接测量的物理量 而这是天文区别于 普通实验室物理的一个 很本质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专题 我们就到此 讲到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